这洛梨又叫牛油果 它是热爱健康的人 非常喜欢的食品 在美国超级杯橄榄球比赛的时候 它的销量都会突破纪录 牛油果含有对头发和皮肤 都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它还富含健康的脂肪 膳食纤维和蛋白质 越来越多对健康关注的人 就开始吃牛油果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 牛油果是有副作用的 有的副作用还很严重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牛油果最常见的副作用 以及哪些人吃它的时候 要特别的小心 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牛油果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它包括蛋白质纤维 亚 辣 铭 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E 维生素KE B6 烟酸 瓣酸 核黄素 蓝碱 叶黄素 玉米黄脂 植物固醇 它还含有71%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13%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和16%的饱和脂肪酸 它能够促进我们健康的血脂状况 也能促进一些需要脂肪来溶解的 营养的吸收 临床的研究发现 它对我们心血管健康 对我们的体重的管理 以及抗衰老的都有重要的作用 所以对绝大部分人来讲 硫油果应该是我们平衡膳食里面的重要部分 但是有些人吃硫油果就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哪些人呢 首先就是怀孕和腐乳期的女性不适合吃 她会对乳腺造成影响 减少产奶 如果腐乳期吃用大量的酪梨的话 宝宝可能胃部也会不舒服 第二种人呢 就是对乳胶过敏的人 特别是一些中年女性 她们的工作接触到乳胶 在乳胶方面呢 表现出过敏的反应 同时呢 她们也经常对其他的食物 像栗子啊 香蕉啊 等等 也容易出反应 那么一旦出现过敏反应以后呢 轻的啊 就是皮疹啊 重的呢 就是血管性水肿 褻麻疹 支气管 哮喘 结膜炎 她有的呢 就是口腔的过敏症状 口腔搔痒啊 舌头发肿啊 等等 所以呢 有乳胶过敏的 或对其他的水果过敏的人 你要小心 第三个呢 就是肝脏有病的人 某些类型的这个 牛油果油啊 它对肝脏是有影响 所以呢 你如果已经有肝功能损害的时候 你吃牛油果就要特别小心 第四个呢 就是它有可能减少你的胆骨醇 大家想减少胆骨醇 不是个好事情吗 有什么可怕的呢 其实呢 有些胆骨醇是我们身体里面必须的 如果我们大量食用牛油果呀 它里面含有一种叫做beta 固载醇的东西 它会影响我们体内吸收必须的胆骨醇 第五种人呢 就是在结食的人 你在减肥 或者结食的时候呢 牛油果的摄取量就要控制 因为呢 它的热量很高 吃多的呢 就会增加体内的热量 但是牛油果含糖非常少 含碳水很少 所以它不会造成血糖的飙升 在这点上呢 大家不用担心 那么最后一条了 就是消化道的问题 我们有些朋友啊 吃了牛油果以后呢 消化道不湿 它含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 所以呢 它有的时候会造成便秘 有的时候呢 会造成腐泽 这取决每个人的这个消化道的状况 所以呢 如果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呢 大家也要警惕 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重点 第一呢 就是牛油果非常健康 它应该成为我们大家平衡膳食当中的一部分 但是怀孕和鼓辱的女性 要尽量避免吃牛油果 鞋食的人呢 也要少吃 因为它热量很高 第三呢 如果吃暴饮暴食啊 或吃大量的牛油果呢 有可能引起肠道的问题和肝脏的转发 第四呢 也是很重要的啊 就是容易过敏的人 你在吃牛油果的时候呢 要特别的小心 要及时呢 考虑到牛油果可能造成的各种各样过敏的问题 药食同源啊 所以我们很重视啊 食物呢 对我们健康的作用和副作用 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高见和体验呢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也欢迎大家啊 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 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 专利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